9月16号对于范冰冰和李晨来说 绝对是个值得纪念的大日子 这一天不仅求婚成功 范冰冰更是拿到了金鸡奖以后 可以说是三血泥门 可喜可赦 所以说近几年来 范冰冰一直在娱乐圈打听 去年更是凭借两亿年收入 容灯女生收入排行榜保守的位置 网友粉丝表示 范也可以消息一会儿了 先把自己的人生在世解决了 爱情事业也可以兼顾啊 面对粉丝的调侃 范冰冰则表示还差些时候 不过有些细节已经在写上中了 可以说范冰冰李晨 评评评撒狗粮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书了 然而还是不负众望啊 然而对于范娘的真容 范冰所显得有些谨慎 说怕得罪了某些人 然而网友们还是很期待的 要知道娱乐圈中范冰冰 还是有不少的好姐妹 好闺蜜张青年 曾在微博暗示范冰冰自己要当范娘 而凭借两人的关系 范娘肯定少不了她一份 而在极限中 范冰冰与胡珠姐谢依林 各是一对银群姐妹花 估计也舍不了她的一份 范冰姐按照了微变养眼 各自因费为产生的 李晋如眼传合一脚 声称要为好姐们站队 不过你们俩不都结婚了吗 真的范冰儿当伴娘 估计又是一波曾热点吧 而对于网友调侃范冰丁 应该找张心语来做伴娘 用自有的劲红来打别人的脸 要知道 之前张心语一直暗示使令 希望分化两人看情 对此网友你有什么看法吗